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就是韓國瑜 當然我們知道了 韓國瑜他本身的動能 還是很強烈 我們在線上的韓粉 還是有很多 但是據說 這是鄭立文 在直播節目當中說的 大家記不記得 鄭立文開了第一槍 他說要把韓國瑜換掉 換成韓國瑜 當初大家還在想 奇怪了 韓國瑜就說 他只要當啦啦隊 所以是講好了嗎 如果沒有講好的話 那你個人出來講 那大家同意 你韓國瑜又不願意 他沒有意願 所以想不明白 為什麼會做出一個 把韓國瑜推上去的 這個打算 但是鄭立文 昨天節目中說 韓國瑜目前陷入天人交戰 天人交戰 所以如果夫人李嘉芬點頭 他出面挽救國民黨 頹勢的機會大增 什麼意思 韓國瑜除了啦啦隊之外 還有一個天人交戰的選項 這個跨度很大 對不對 本來只是啦啦隊 現在有天人交戰 啦啦隊不需要天人交戰 現在有天人交戰 來 我們把 鄭立文是怎麼講的 我們今天聽了一下 他的原文 他怎麼說 他說韓國瑜要出來 這不是好康的事 我也不能逼他去做 他非常關心時政 所有的事情 他都有在follow 韓國瑜 天人交戰 我沒有跟他直接聯絡 我上王儼秋的節目 他都有全程聽完 然後他line給淺秋 向我致意 他沒有想到我會火力全開 他熱情之所在 從政有熱情 他有群眾的渲染力 我只有對一個人 不好意思 韓國瑜嘛 就是嘉芬姐不好意思啦 又叫他 鄭立文 我只對嘉芬姐不好意思 又叫他把老公捐出來一次 憑他們自己的想法 看他們怎麼決定 如果不出來 我以百分之兩百的尊重 我也不能死賴著他 要他出來 好 這是鄭立文的原文 這個看起來跟韓國瑜 已經表態到天人交戰 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吻合 我們稍後請這個倩姐來解讀一下 我們回到剛剛那篇 因為這邊是報導 報導就是說 從鄭立文的直播當中 他去寫了一篇報導 但跟鄭立文的原文 有沒有落差 我們稍後來看一下 有沒有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這篇報導是真的話 那就好像解釋了 我們之前的疑問 鄭立文為什麼會 沒態沒氣 丟出要換侯友誼 然後要把韓國瑜推上去 人家韓國瑜又沒有表態 所以搞了半天 原來韓國瑜有說要天人交戰 但是剛剛帶你看了 鄭立文的原文之後 大家心裡面自有一把尺 還有一個訊息 也跟202 好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看到這個侯友誼 今天出席市政會議的時候說 因為他的民調 大家看到他的 今天公布兩份民調 一個是老三 一個是老四 對不對 那他說球賽才剛剛開始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步驟 最重要的就是團結 團結要用行動來展現 不能嘴巴說說而已 所以他很希望看到大家真的行動一致 來支持中華民國 也強調郭董跟他的信念是一樣的 好 我本來有個重要的訊息 但是我先講 來 媚姐 剛剛是誰 造句的時候講媚姐 媚姐就來了 最後會今天要斗內 對不對 媚姐 因為跟倩姐報告一下 媚姐是我 他每次都六千六 大筆斗內 這個媚姐 是你的粉 是倩姐的粉 所以剛剛我們的網友 現在造句就呼喚媚姐 他就出現了 拉丸包社邦主播 中間同仁還有來賓大家好 看到倩姐第一次來拉丸包 看看 趕快抖一下 倩姐在家園的節目都有看 大家加油 大家太開心了 我想把倩姐綁起來 社邦是老朋友 所以我就想辦法來了 謝謝倩姐 好 也謝謝媚姐 感恩 好 我們丟出了很多的訊息 包括侯宇 包括金普聰 包括旁邊那些轉述 韓國瑜意見的那些人之外 還有一個跟2024大選 也很重要的 我們一併來談 就是 來 導播給大家看一下 賴清德 來 丟一下 這個賴清德 要這個過境美國 上次蔡英文過境美國的時候 大家看到嘛 那個環台軍演 還有裴洛西來的時候 台灣被沒收了中線 所以呢 賴清德出訪巴拉圭 過境美國 雖然目前看起來 過境哪裡都沒有講 有各式各樣的揣測 但是台灣人最擔心的 我們上次已經損失了很多 那這次如果沒有操作好 或是故意踩紅線 可能會更多 還有一個訊息很重要 就是我們看到G7的議長的峰會 9月份在日本舉行 到時候 麥卡錫會不會到日本 他一定會去日本開會嘛 那都到了日本 會不會順便到韓國 到我們台灣來轉一轉 會不會 那如果來的話 再加上這個賴清德出訪 要這個過境美國 那如果說到了9月 記不記得 裴洛西那時候到我們台灣 距離上次選舉 是四個月之前 如果說麥卡錫 如果啦 麥卡錫來台灣的話 距離總統大選 也是四個月 四個月不長不短 操作的空間很大 但是我們台灣的損失也很巨大 好 今天我講的這一連串 都是跟選舉有關的題目 好 來 導播我們再回到這個金普聰 還有這個韓國瑜那幾張 來 請導播 按照順序來換 我就先請這個倩姐 從這個制高點來評論一下 最近當然大家非常意外 因為鄭麗文屢次來召喚韓國瑜 她自己說我來召喚她 那麼剛才大家也看到 她自己寫的說 她並沒有跟韓國瑜聯絡 所以我們在閱讀的時候 可能可以解讀為 鄭麗文在表達非常多 非綠陣營的心聲 這個非綠陣營最大的一個顧慮 就是台灣會不會進入 兵凶戰危 2024年1月13號就是 人民選領袖 台灣在選未來 我們到底未來是怎麼樣 所以從那個角度來看 她當然希望能夠團結 一切可團結的統治 能夠集合一切可集合的力量 我們大家都知道 在非綠陣營 應該說從韓國瑜 她選市長開始 她就是百分之百的人氣王 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站在那裡就召喚兩萬人 當她開始做集結的時候 可以有10萬 20萬 30萬 沒有任何一個 我回台灣來到現在是 差不多24年 沒有見過任何一個政治領袖 有她這樣的能力 所以鄭麗文所講的話 我明白她的出發點 就是若是你沒有一個 這麼強大的動力 那麼到最後不冷不熱的選情 自然就會對非綠陣營的集結 非常不利 所以韓國瑜一定是一個 非常關鍵的人物 至於說韓總他要扮演什麼角色的話 那我覺得考慮就非常多了 因為7月23號還沒有過 你如果想想看 今天他如果表達他願意貢獻 他的力量的話 那他立刻就會開始被無碼分屍 因為有人就會說 那就是他要選總統 他想要換那個侯友宜 他所有的正當性 跟他所有的善意 他可以發動的那種群眾的力量 全部都會被內鬥的 一把又一把的刀 插到他的全身 還不光是他的背後 我覺得他過去在背後 被同志捅到的經驗非常的多 那現在既然是需要利用他的力量 讓全部的力量在最後一刻集結 那韓總說了 只等到信號一響 所以最後兩個禮拜絕對是來得及的 甚至現在大家在說10月登記之前 能夠整合成一組候選人 在那個之前 大家用各種不同的力量 去向台灣的老百姓 接諸他們的理念 對於台灣未來的方向 然後讓大家公平的競爭 最後整合成一組的話 那麼無論在何時 韓國瑜一定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動員力量 所以我相信以他的政治智慧 還有他 無論你丟他什麼球 他都可以回答 譬如說韓兵來選 他說那個我沒有帽子 我戴帽子戴不太上 不能讓美女去買香菸 無論什麼球丟給他 他都可以很輕易的把它化解 因為他知道他的任務 非常非常重要 他絕對是最後要團結 大家的一個主要的主打者 那既然他是一個 重要的主導者 他絕對不可以在前面 被那些毫無意義的事情 殘壘或者是陣亡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實際上 入口 謝謝 います 如果